现在我们来做樱桃鸡蛋汤 我们也可以选取这种小的樱桃 如果它比较的酸 你用来做鸡蛋汤就正好 其他的材料是牢灶和鸡蛋 我们首先把樱桃 还是要用盐水来清洗 我们用加过盐的清水 给它泡上十分钟 然后再冲洗凉变 这样樱桃就干净了 现在我们就来打鸡蛋 鸡蛋打好以后呢 我们就把水烧开 然后我们就放入冰箱 然后我们放入冰箱 不要放锅带 稍微给它煮一下 汤水再次沸腾的时候 我们就把鸡蛋放入水 这时候我们要控制的搅拌 把它变成蛋黄 我们马上关火就可以起锅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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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ta不要出版了 我们马上关火 我们下午飯 我们下午 теп,我们下午茶 我今天上午茶 几个星期 习扇